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Sir 今天我會示範做這個 五級樂理的相片 2020D 我現在就開始了 所以麻煩你可以like我這個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了 我現在先 zoom 好了 第一部分是問你節奏 A這題 1.1這題 叫你圈出正確的拍子記號 time signature 我見到它有4和2 給我選擇 16這個不太像 所以我就會找一下四分音符 看看有多少個 這裡一個四分音符 然後這裡 前面這一部分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裡後面這部分 4個16分音符 加上也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裡有兩個四分音符 這一個三連音 整個就是一個二分音符 也就是兩個四分音符 很清楚很多粒四分音符 有多少粒呢 1 2 3 4 5 6 7 7粒 那我就選擇74了 B 那這一條呢 你看到這個呢 有兩個二分音符 加一個二字 你可以猜它是compound time 即是複拍子 而且是八分音符做主角 所以我就會找一下有沒有複拍子 的一些組合 compound time 應該是三個八分音符 一個群組 這樣 看看有多少部分 所以這個二連音符 兩個八分音符 組成的二連音 就相等於下面這個 一樣長的 所以這裡就是 三個八分音符 一拍 一個大拍 這裡後面也是 因為中間四個三十二分 其實是一個八分 前面這裡有八分 後面這裡有八分 所以都是一組 一個大拍 找到兩組 那這裡呢 一個停八分 一個八分 兩個十六分 好 那就很清楚是複拍子 九八 九個八分音符 好了 C了 好 那這裡看起來 如果你覺得前面很複雜 你可以由後面開始數 那一樣都會數到答案 那你可以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來的 那看來就是單拍子 所以我就數四分音符 為什麼我說看來是單拍子 因為複拍子應該看到這一種組合 這一種 三粒八分 那這裡又不是三粒八分 所以我就猜它 暫時猜它是 simple time 那這裡一個四分音符 這裡五連音 用十六分音符做的五連音 是一個四分音符 那這一塊呢 也是四分音符 這裡三粒音加上休止符 四個三十二分 就是一個八分 兩個八分 就加上一個四 所以就四個四分音符 四四的拍子幾號 1.2 1.2就是simple time 轉combine time 那如果是叫你simple time 轉combine time 那兩個數字 上面那個就乘三 下面那個就乘二 這樣 如果你看到一拍是沒有點 你就 在複拍子就加一點 如果你看到三連音 如果你看到三連音 你就不要三字 如果你看到兩粒八分音符 通常就會加二字 基本上都是這幾種轉換 那我們看回題目 首先看了一個拍子記號 這裡是四四 上面乘三就是四三一十二 下面四乘二就是八 所以新的拍子記號應該十二八 那你就可以淘汰這個九八 第二個答案不對 好 接著這個四分音符的優子符 四分音符就會加點 四分音符應該加點 那我可以淘汰這個答案 所以這個答案 後面那些你也不用看 因為我已經淘汰了兩個答案 正確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了 第三個 1.3 他說 完成下面那兩句句子 是要加一個數字 在這裡 A這個他說 94的拍子記號裡面 你會找到多少個DOTOR MINNUM BID 94的拍子記號 就是有九個四分音符 1,2,3,4,5,6,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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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覆拍子 來的 所以你要知道 它是每三個四分音符 就會組合成為一個大拍子 一個大一點的BID 所以有多少BID 或者有多少個MINNUM DOTOR MINNUM 就有三個了 B 他說DOTOR SEMIQUAVER 是相等於多少個DEMIN SEMIQUAVER SEMIQUAVER 就是16分音符 DOTOR 就是負點了 DEMIN SEMIQUAVER 就是三片的 32分音符 一個這個有多少個這個 我們要拆解這個 大粒那個 這個負點的意思就是 那個音符自己加上這個音符的一半 就是這樣 那這個16分也就是兩個32分 然後最後一個自己32分 所以就有三個32分音符 答案也是3 1.4 1.4 1.4是問grouping的 通常問那些BIM 組合得對不對 基本上你就要看到一拍一組BIM 現在4.2分 所以是二分音符有四組BIM 應該是 應該是 我記得這題了 之前有學生問 同學生問過 的 好了 好了 所以你找那些二分音符組合出來 那我這裡二分音符 這裡二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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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第四個二分音符 都難得到我同學仔 我也要查書 看看哪個適合 就是原來四拍子 第一第二拍子 因為它是考試的制度 覺得是應該要BIM在一起 所以這裡 第一第二拍子 中間是可以BIM的 有就應該要BIM的 這個位置是OK的 不過第二和第三拍子 中間 你就不要加了 就是你不要在這個位置 我加這個停符 或者這個 這個位置就不應該黏 但是這個位置是可以黏的 所以答案是1號 這個位置不正確 至於第三個答案 就很明顯不正確 因為如果你找了一些二分音符 出來 你會看到第三拍子 它沒有將它們編在一起 而第四拍子 又跟第三拍子連起來了 所以這個位置不正確 這裡也不正確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第一個 1.5 那就輪到REST的Grupping 那些休止符 你要先看時代 它就是提示 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那這個是福拍子 900拍子 那你應該要知道 那你當然要每個百分音符 是一群組 如果見到那些群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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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屏 差一點跌了 好 回來了 那應該呢 就每個百分音符 就要 一群組 其實都是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 很多規矩 那你 要溫習一下 所以 這樣 然後 三個百分音符 要是一個大群組 那些規矩 因為我現在是做試卷 我就看到有題目 說 我先解釋 或者如果是 詳細解釋 就有時候要上課才說到 或者要做另一個影片 好了 那我們看看它 那些 對 那這裡 第一個小節 這裡百分音符 這樣 百分音符 這個 加上 停是百分音符 然後這個 加上這個 停是百分音符 那是 對的 因為它應該 分清楚 三顆百分音符 那它就做得 對了 如果它用一個 負點 百分音符 就代表了 如果它在這裡 那就會不對 現在它這樣做 是對的 第二個小節 一樣我們要找 三個百分音符的群組 出來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二拍 找不到群組 這裡 撞了 然後第三拍 再加了一個百分音符 完成了這群組 然後後面再用一個 負點四分音符 所以就是這兩個 調轉 調轉才是對的 現在這樣放就不對 錯的 第三個小節 第三個小節 又是找三拍 第一拍 第二拍 又不對 它應該用一個百分音符的 優子符 去填滿了第二拍 第二個大拍 然後才做第三個大拍 所以應該要是百分音符 加一個 負點四分音符 這樣就對了 現在兩個四分音符 似乎是不對的 1點 2 第二部分 就是 對 問音符 Pitch 第一題很簡單 這個音符是甚麼音符 再看一看 中音譜號的Middle C 在這裡 中音譜號再上一顆C音 在這裡 這個也是C 這個Middle C 所以這個就是D音 我就會記好C音位 就會找得快些 2.2 這個是 叫你找出正確的 Aharmonic Equipment 就是二符同音 即是哪一個音 是跟題目這個音 在鋼琴上面按下同一個按鈕 這個是B Double Sharp 後面這裡有C Cflat 和C 給我選擇 哪一個才是二符同音 我先拿剛才的章來 做一個鋼琴 我 會畫鋼琴出來 其實 如果你自己彈鋼琴 就應該 想到想到 但不是全部同學都彈鋼琴 所以 你不熟悉就可以畫鋼琴 你不熟悉畫鋼琴 你就要練習畫鋼琴 也不是很難看 好了 BDouble Sharp音在哪裏 嘩 太近了 各位 BDouble Sharp音 就在這裏 B 這個B B B BDouble Sharp音 就按這個按鈕 那 我這邊 就是 C 就按這個按鈕 所以C 和BDouble Sharp 就是 Anharmonic Equival 2.3 好了 2.3是說儀調的 儀調的方式 第一步 你先不要管那個樂器名 不用管它 然後 就看題目 就會告訴你 它想怎樣移 它這次就說要向下 的Perfect 5度 把所有音 向下搬 Perfect 5度 沒有那麼遠 好了 看完題目之後 我就會看下 原本首歌是甚麼調 我就當它是major 就可以了 你不用管它 它不是小調 四個降號就是 A flat major 原本首歌是A flat major 現在 那我就寫A flat major 音階 A flat major 有四個降號 B E A D 好了 那麼 找Perfect 5度的新鍵 呢 我的方法就是這樣的 你在原本的音階就會找到Perfect 5度 如果題目叫你向上5度 向上穩5度 那你的新鍵就是音階的第五個音 如果向上5度就是第五個音 如果向下5度你就記住了 其實就是第四個音 那現在題目叫我把這個調搬去 向下5度 那所以我就找4號音 你就記住4號音就是向下Perfect 5度 那我就把這個音搬過來 我新的旋律的鍵就要是D flat major 那Transposition最麻煩就是找新鍵 我應該遲些都會做過新的影片 因為現在都很肯定了它問的方式 我之前做過的影片就是舊的考試題目 因為舊題目是複雜一點的 那這個旋律就應該是D flat major 那這個旋律就應該是D flat major D flat major就降5個音 B E A D G 那這兩條音階就是用來做Transposition的 如果你在原本首歌上找到這些音 你就把下面的音 如果你上面找到A flat 你就把D flat下面 如果你上面找到B flat 你就把E flat 如果上面是C音 你就把F音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兩條音階 你就一個一個音這樣對著它 上下對著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看題目了 那首先那個Key Signature 對不對呢 就不對的 因為D flat major五個降號 它現在六個降號就不對了 好 接著第一個音它改得對不對 可以買 第一個音是E flat E flat A flat 我就要變成A flat 所以下面應該出現A flat 那這個是不是A flat 對 這個A 而且是Flat 所以是對的 第二個音是B 是Flat B flat 那我看一下我兩條音階 B flat就要變成E flat 那我應該有一個E flat 在這裡出現 但是它給了一個D音 那就不對了 第三個音 這個是F音 來的 那我去音交易看一下 F就要變成B flat 應該要出現B flat 那這個是不是B flat 對 這個是B flat 對 那就不對了 最後一顆 這個是C音來的 C音就要變成F 那這個是不是F 這個是F 這裡的降號有沒有影響它 B flat B flat 2.4这种题目就问你三个小节的音高的比较 做这种题目你就找了中间C出来 A这个高音符号的中间C在这里 所以这个旋律是中间C上面的F音 小节B就是低音符号的中间C在这里 所以这个旋律在中间C下面的F音开始 所以A和B就不同了 C小节就是中间符号 中间符号的中间C在第三线 所以这个旋律在中间C上面开始 也就是A和C是同音高 而B就是低音符号的中间 我们去看看句子是否正确 A就说A和C是同音高 A和C是同音高 大家都是中间C上面的F音开始 B就说A是比B高1个百度 B就是大线 B是中间C上面 A是半断上面 3.1 3是跟Key 和音阶有关 第一题就问你 下面哪一个是正确的G-Short Minor 你都不用找他有多少个声过好了 因为所有答案都是五个声号 是否差在他的声号画得对不对 声号的次序要是FCGDA 我们看看他画得对不对 第一个中音谱号的FCGDA 那些音的位置是找对的 但是第五个Short 第五个AShort 我们会画在下面才对 他画在上面是不对的 次中音谱号的FShort 第一个Short要画在下面 即是这里 所以虽然他的声号是画对的 即是对音 但是位置不对 所以不对 第三个高音号 第五个FShort 第五个FShort 高音谱号要画在下面 所以又不对 最后低音谱号是对的 FCGDA 又对音又对位 第三点二就是 第五个F Short 第五个FShort 要叫BEADG 最后要是BEADG 第一个低音谱号 第三个说不对 DE 应该用A 他给了一个Gb,所以就不适合了 高音符号,DEADG是对的 中音符号,第一个Db,第一个D音也不适合 至中音符号,这个是G,又不适合 所以就是高音符号 高音符号是对的 3.3,这条放远一点 这条的做法就是,我会写FCGDAEB 我会在旋律上看看有哪些音声过 或者降了,我就记录下 第一个,第一题 例如,我找到有FShop,有GShop,有CShop 又是G,又是F,又是C 如果那些声号很齐整排在左边 全部在左边 或者如果你发现很多降号很整齐地排在右边 那就是暗示这首歌是大调的 那你就不用再考虑它是不是小调了 那现在很整齐,我就猜它是大调的了 3个声号是什么大调呢? 就是A Major A Major就有声FCG 好,第二条 那我又写FCGDAEB 那我又写FCGDAEB 那我现在找到CShop 又找到B Flat 那就不整齐了 它又有声又有降号 我就当它不整齐了 不整齐就是一个提示 告诉你这首歌应该是小调 那我先查了两个大调的答案 好,那你怎样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小调呢? 就是那个升了的不整齐音 其实这个降号是整齐 它排到最左边 声号是一个不整齐的 那如果你见到那些声号 还原了的音 或者是Double Sharp的音 一会有Double Sharp 见到它们呢 这个音就会是你那个小调的7号音 就是如果你写个小调音阶 小调音阶 小调音阶应该会有 音阶会有8个音 7个音 加上主音 小调 那T Do A Mi Faso 那个不整齐的音 就是7号音 那你再猜是什么小调 那怎么猜呢? 就是CShop已经是7号音 那1号音是什么音 就是首先那个英文字母要先上一个 C接着D 然后这两个音要是半音 一定要是半音 那CShopD是半音 就是了 如果你不肯定 我们刚才不是画过音阶 刚才不是画过音阶 CShopD是半音 所以这个小调音的主音就是D 那有没有D minor 让我选择? 有啊 那我就选择了 如果你不肯定 你就可以完成了D minor 看下是否有B flat D minor 就和它的relative major 就是F Major F Major F Major 就是一个降好B flat 所以Dm會有Bb 那為什麼會有C-sharp? 因為第七音會升 是harmonic minor的時候會升 所以答案很肯定是Dm 好,C了,一樣做法 F,C,G,D,A,E,B 現在我有E-sharp 有A-sharp,D-sharp C有Double-sharp Double-sharp我就當它不整齊 一會兒要用到它 D-sharp,A-sharp,G-sharp,F-sharp,E-sharp 不整齊的音 就是小調的七號音 即是你寫到小調的七號音 會是C-sharp 那這個是什麼小調呢? 那怎樣找回它呢? 就是找它下一個音 看看主音是什麼 C接著要到D 而且這兩個音要是半音 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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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裡 我要高半音 就要按到這個按鈕 而且用D字來講這個音 名字 那就是D-sharp 所以這個調的主音就是D-sharp D-sharp minor 有沒有選擇 有沒有選擇 那我就選擇這個 那你如果想再肯定一點 你就自己完成D-sharp minor 看看你找出來的那些聲降好 是不是都在這個小調裡有 那如果有就很肯定會是對的 D-sharp minor我完成這條音階 咦?支分沒有那麼密 D-sharp minor的relative major就是 F-sharp major F-sharp major 咦?支筆沒有那麼密 F-sharp major 就會升六個音 F-C-G-D-A-E 所以你就會在歌曲上找到F-C-G-D-A-E 因為D-sharp minor就會升這些音 而且呢 那個7號音會因為和弦的關係 就會升了 再升 就會C-D-sharp 那我現在很肯定的答案是D-sharp minor D-sharp minor 啊!木布桑紅色 試試粉紅色 好!3.4 它說要弄一條F-sharp minor melodic 然後就漏了兩個音 那我自己畫一條 F-sharp minor melodic 哇!這個紫色很紫 我不喜歡這個色 Tinky Winky F-sharp minor 的relative major是A major 他們都會升F-C-G 我先升F-C-G F-C-G 完成了F-sharp minor 而 melodic 就會再升高第六、第七音 升高六音、升高七音 好!完成了 所以X音應該是G-sharp Y那個應該是D-sharp 哇!這個紫色 看得人很不舒服 好!用角落生物 用角落生物筆 看看會不會增加這個影片的點擊率 好!3.5 哇!這個角落生物和我的鏡頭很近 3.5 這個題目就是我認為是最麻煩的 那我就會 拿一個儲告紙 那我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我會把每一個 Clap 先看了題目 它說要完成 那些小調音階 就選擇一個正確的Clap 可以組成一個小調音階 那我的做法就是 逐個放進去 然後就看看它們是甚麼音 然後看看它是不是一條小調音階 那如果它是一條小調音階 的話 我首先就會看了頭五個音 那個全音半音次序 要是全半全全的 你記了這件事 做這條的時候 所以首先檢查了頭五個音 是不是全半全全 基本上都會找到哪一個正確的 如果萬一發現 你找到兩個Clap 都做到全半全全 那你再看六號七號音 看看哪一個會組成到一個小調音階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好,所以第一條 可以賣一點 這個墨也不太好 好,如果我放一個高音補號 在這裏 都可以,寫順了 那我就會看了 由低數上去的五個是甚麼音 這裡有Db,E,Fb,Gb 這支筆不好寫的 雖然是角落生物 那它是不是全半全全 不是的,Db,E不是全音 Db,E不是全音 我找一個鍵盤給你 Db在這裡 E在這裡 就不是全音 所以就不可以的 高音補號 或者我找一個鍵盤 考試呢,你不可以有任何的鍵盤可以看到 但你可以自己畫 像我這個一樣 一考試就自己畫一個 有幾題你需要用到這個鍵盤的 所以你真的會畫 現在為了清晰地顯示 介紹給你看 我就用電話鍵盤 Db,E 就不是全音 所以不可以 好,低音補號 低音補號的話 第一個音是F F Fb,G 我猜到不正確 沒有Fbm 其實都會很快猜到有些答案是不正確的 Fb,G 是不是全音呢 不是 Fb在這裡 G在這裡 不是全音 不可以 中音補號 其實這個方法做熟了也很快 Auto C 頭五個音 如果是中音補號 這顆就是E Eb Ebm 有沒有 Eb F 有 Gb Ab B 好,頭五個音是否全半全全呢 看看 Eb Fb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Eb 全音 半音 Gb Ab 全音 Bb 全音 對,頭五個音的全半全全是對的 有機會中音很好 我們先看看另一個 再考慮六七音會否是對 Tennheiser C-Clap 它也不會有很依硬 我會看剛才的 那個 紫色 Tennheiser C-Clap 這個就會是 C-Flat 沒有,我們沒有C-Flat minor 應該不太得主 y,Fb,Gb,Cb,B,B,B. 不是全音,不合適 所以就是中音部 答案就是中音部 好,其實都很快的,還熟了 雖然我不太喜歡這個題目 好,繼續,我放B這題目 如果我放在高音訊號,頭五個音這邊就是G,A-Shop,B,C,D-Shop 是不是全半全全呢?G,A-Shop就已經不是全音了 G,A-Shop 不是全音,所以高音訊號不適合 低音訊號呢? 這個就會是B B,C-Shop,D,E,F-Shop 好像是對 B,C-Shop B,C-Shop是全音 C-Shop,D是半音 D,E是全音 E,F-Shop是全音 好,這個很mine 是mine的聲音 當然你考試沒有琴,你未必聽到聲音 你也是看那個鍵盤是不是全音、半音 低音訊號呢?暫時正確 我們看看其他音 Auto C Auto Clap 如果是中音訊號,這個是A音 應該不適合 應該不適合 Am應該跟C Major一樣沒有聲降 頭五個音應該是A,B,C,D,E都沒有聲降 才對 現在A,B,Shop已經不是全音 所以不適合 F-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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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hop不是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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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就是低音訊號 f-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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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EB F-Shop 兩位 後面ABC我也猜到了,應該是CM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對的了,但我也檢查其他答案 為什麼不適合 低音譜號,如果是低音譜號,第一個是E EFGFAB EFGFAB EF是半音譜號,但我們需要一個全音譜號 所以不適合 如果是AUTOCATFAB 中音譜號的話,這個是D音 DEFGA DE是全音譜號,但EFB不是半音譜號 EFB按了同一個按鈕 不是全音譜號,不是全音譜號,所以這個按鈕就不適合 TENNER C按鈕 如果放TENNER C按鈕,這個就會是B音 B,C,D,Db,E,F Db,D,F 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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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 3.6,3.6就是半音階,他問你半音階是否正確 我會先寫一些音名 因為你考試現在就在電腦 可能你都需要先寫一些音名去儲告紙 不然會有點難做,你在電腦看 不然你熟悉的步驟就更加難做 這題我記得了,這題試過有同學問 這個規矩 就之前沒有提過,或者我沒有聽過 現在頭尾雖然都是按在同一個按鈕,Ab和Gchop都是 同一個按鈕 但是他不同名 這個按鈕就在這個考試的範圍裏面,他就會當是不對的 所以呢 所以你要留意這個規矩 如果第一個音和最後的音,音名不同 即使是同一個鋼琴鍵,是Anharmonic Equipment 你都要當他不對 這題就是這樣 這題就是這樣 第一次看到也不知道為什麼是不對 然後要看答案 我猜應該是這個原因 你留意一下這個 那就要當他錯了 他那個音階是對的,然後彈出來是本音階 但是答案就說他是錯 好,B這個 這個呢,那我就寫音階 B Bb A 不是寫音階,即是寫音名 G,F,Shar 有點熱 開大一點 F E Eb D,C,Shar C 你要留意幾樣規矩 第一個就是剛才那個,頭尾是不是同一個音名 第二就是,是不是每一個英文字都有經過 B,C,D,E,F,G,A,B 有經過每個英文字 第三項就是 那些英文字有沒有重複出現三次 不可以重複出現三次 那就沒有啦 C兩次,E兩次,F兩次,G兩次 B也是,這兩次都ok的 不是說這樣三次不行 他連續出現兩次就ok 連續三次不行 那現在這個都還ok 最後就是看一下他在鋼琴彈出來 是不是一條半音階 那你就又畫鍵盤 這邊 我畫了這個鍵盤先 畫大一點,2.8度 然後看看音是否經過一個半音界 所有音都有經過 就可以把音寫下來 B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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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sharp,C-i-amon,B 這個是一個半音界,這個是對的 答案是true,3.7 我問你這個technical name 他問這個音是不是這句句子 這句句子描述得對嗎 這個是E音來的 這粒音是不是C Major的Medium Medium是三號音 C Major的三號音是不是這粒音呢 C Major音階 就沒有聲降號 C Major的三號音就是E音 這個是E音 這個音是F-sharp B Minor音階的Sub-dominant Sub-dominant是四號音 B Minor音階 B Minor音階是D Major 大家都是聲F-C的 那四號音就是這粒 要是E音來的 他給了App-sharp 可能不對 C這個是B D D音來的 B Minor音階應該是B Minor音階 V Minor音階是B Minor音階 F-B Minor音階 A Minor音階是B Minor音階 No Force Force 4 音程 好 音程 首先寫了兩個音名 這個是G-Shop 這個是E-Shop 接著就數一下多少度 你數一數就好些了 如果你在螢幕上這樣打開來數就比較容易錯 G-A-B-C-D-E 6度來的 而且它是超過一個8度的 這個是G 高8度的G 再高一點那個E已經超過一個8度 所以你可以說它是Compound的6 或者6加7 13 Compound的6度或者13度 這樣呢 答案 已經淘汰了 Compound的7不適合 應該是Compound的6 6度不適合 12度也不適合 因為應該是13度 好 只剩下一個答案 就是Major13 也不用計算 已經淘汰了三個答案 B 先找了音名 這個是Bb 上面這個是Db 又超過一個8度 多少度呢? BCD就是3 所以可以叫做Compound的3 或者呢 3加7就10度 那所以呢 9度的答案就不適合 那還有三個 有機會 那真的要想一下 那我就會寫下面那個音開始的 那條大調音階 找音齊 就是Bbmajor的音階 Bbmajor Bbmajor 有一個那條Bbmajor音階 Bbmajor的音階 第一個音階 和後面的音階 一定是ajor或perfect 所以Bbd 就是ajor的3度 那題目問我的是 bbbbdbbdbdb多比bbdb多托或大闳 dbb策略,距來快短 攪拌了一半音的 천級名 就叫minor3 c 這是f音 旁邊是b 那就是fgab4 咦?答案這麼簡單? 6度不對,5度不對,5度不對,就只有一個答案4 如果你真的要自己計算,我就寫fmajor fgabcde fmajor降bbbbbb在大調音階上的音程,就叫做perfect4 題目的是f到b那麼遠,比起bb要再闊一點 再闊多一個半音,闊了 闊了的perfect就叫做augmented,所以答案是augmented4 4.2 4.2就不需要這個數字,只是問你那個 colour,是否叫colour,colour名 好,先寫了音名,這個是f 這個是... 都是f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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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度 perfect,8度 好,b,d,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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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开始的音阶就是dmajor音阶 dmajor升fc dfsharp 这个音程就叫major3 题目的是df 比起dfsharp更窄 窄了的major就是minor 所以现在是minor3度 下面的是d gsharp dfg是4度 dmajor dmajor 但那里没有位置 应该可以用上面的条 不过清楚点 我就画在这里 d4度 dg就是正常的 大调音阶你找到的音程音 就是正常的4度 那我就叫perfect4度 题目的就是dgsharp 对于dg 比起dg 比起dg 最好的就是augmented 答案就是这样 好,继续4度5度3 加一个音 比起你的音效比较高点 形成下面这个音声 Major7,我先写7度音 現在這個是C-Short,7度音應該是B音 我先畫了B,應該要是B 有沒有升降號呢?要考慮一下 C Major音加A 因為你沒有C-Short Major 那你就用C Major,一樣找到 C去到B這個音程,因為是大調音機找到 所以這個就叫做Major的7度 C去到B是Major7度 那現在C是Sharp了,題目的C是Sharp了 那我還是要Major7度,我要保持一樣的距離 那B也要Sharp,這個音也要升高半分 那現在就一樣是Major7 C-Short B是Major7 C-D是Major7 C-Short了,B也Sharp 那還是一樣的距離 那也是Major7 所以我要加一個Sharp給B 才是形成一個Major7度 那繼續,這個是Bb 他說要6度 那我先數了6度 B,G,D,E,F,G G音 好了,然後看看是不是增加了 下面的音是Bb 我寫Bb Major音階 Bb Major Bb Major Bb Major 6度就是G BbG 就是Major6 你在大調音階找到的都是Major的 那我現在要Augmented 6 就是要闊一點的距離 下面的音也是Bb 要闊一點 就是要G 就是這樣 繼續 11度 下面這個是Ab來的 11度減了7就是4 所以是4 A,B,C,D 應該是D音 而且要高一點的 A,A,D A,D 在這裡 好,然後我要完美的4度 Ab Major 我不想 寫後面 Ab Major 就是4個 B,E,A,D B,E,A,D Ab,D 就是完美的4 完美的4 完美的4 所以我要給D D 完美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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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E 9度 就是2度 高1個8度 E再高1個音 就是F 現在E,F是Major Major Second Major Second 所以我要給它一個Sharp 這個才是Major Second 或者Major 9 就好了 好,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首先 首先要看一首歌 首先要看題目 就是叫你加一些和言 到這個旋律 然後 還要是適合Cadence 首先要看首歌 什麼調 現在看Key Signature 就應該D Major 它會不會是Major 你就看看有沒有Lin C 如果沒有 你就不用想是Major 就肯定是D Major 那做和言的題目 你就可以畫那個和言表 很多同學都喜歡用和言表 我以前就不是用和言表 但是同學喜歡用和言表 那我就用和言表 D Major 應該是這樣的 接著我就砌和言表 用你喜歡的方法就可以了 用你喜歡的方法就可以了 一和言就有D F-Sharp A 不過我應該可以畫大一點 畫得小一點 EGB 就是二和言 四和言 就是GBD 五和言 就是AC-E 好 完成和言表 好 那就看看給什麼和言 這裡的音 我就做了每一句最後的 這裡有A音 有C-Sharp AC-Sharp 就可以用什麼和言呢 每一句最後 這個一定是1或者5 不可以是24 那你看看1和5 誰中到AC-Sharp 就是5和言可以中到AC-Sharp 一和言就不中C-Sharp 所以用5 如果這裡是5 前面就可以是1或者2或者4 那這裡有什麼音呢 有D F-Sharp A D F-Sharp A就是一和言 就是15 接著 做到最後這個 這裡有D音有A音有D音 哪個中到 1還是5 就是1 1號中到AD 如果最後那個是1 前面這個就可以是4或者5 4或者5 那看誰好一點 這裡有A音有E音有C-Sharp A C-Sharp E A C-Sharp E 就是5和言 那就是Perfect Cadence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就適合音就可以了 沒有Cadence的關係 這裡有EGB音 EGB音用2和言 2號和言中了 所以答案就是15 還有251 繼續5.2 好 那找Cadence 那就是你要找了Code 那我又是寫音階和和言表 都很快 其實你寫慣了 先寫一條大調音階 接著就畫和言表 你也可以直接畫和言表 1號和言就是CEG 2號和言DFA 4號和言FAC 5號和言 看看這些是甚麼和言 看看這些是甚麼和言 這裡有甚麼音 D、D、F、A D、F、A D、F、A是2號和言 不用管那個轉位的 做這題 下一題才要 不用寫A、B、C 最後這個和言有G音、B音、D音、G音 GIBD就是5和言 25和言Cadence就是imperfect 好 F major和言表 F1和言F A C 2和言G B D 4和言B D F 5和言C G FM2和言B D F B D F 4和言 最后F A C 1和言 F A C 1和言F A C 1和言F A 1和言 5.3就要问你和言名,要看位置 这首歌是什么调,其实题目提了Gm 不用自己想,Gm 和言表 这次要写ABC了 1和言是Gbbd,2和言是aceb,4和言是cebg,5和言是dfa,5和言的三音又可以sharp 是,遮住了,够不够位,然后少许 好 Cord A,Cord A有什么音呢?有bbgbdgbdgbdg,1和言 最低的音是bbbbdb,一和 有G有C,C,Eb,G,4和弦 C音是最低,就是Root Position,世界A 4A,C,C,C,Eb,A,ACEb,E和弦 C音是最低,First Inversion,世界B表示 是2B,答案就是這樣 第六部分,已經1小時後 第六部分就是音樂譜詞,符號 德文意大利文,其他題目做熟了 然後我先去背這些,通常很多老師都是最後才做這個 如果不懂的就撞答案 我記得這個,這個德文的快,Chanel 德文的快,fast的意思,我記得這樣就不撞了 Tacker我都記得,通常2個樂章的中間 因為有時候2個樂章就會停頓一下 如果作曲家想不停頓,他就會寫這個字 即是叫你繼續下去,所以就go straight on 至於最後這個就不懂了 考試的時候你就撞一個,撞一個答案 現在我不撞了 6.2,裝飾音就不可以撞了,你真的要熟了 你真的要熟了 這一個就是Appertatura 只有一個音 如果Upper Modern,他就要是BCB 即是由一個主要的音,上一個音落回來 BCB,就是Upper Modern Trio就要很多音重複,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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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Trio Turn就應該要是BCB,A,B B,C,B,A,B 所以又不對 答案一定是Appertatura B這個 這個就是Upper Modern 有沒有?有,Upper Modern 如果是Turn就應該要是CDCBC CD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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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實這樣都是,一粒 其實可以兩粒 其實如果裝飾音都可以畫到這個 即是如果它這樣 它就會很大粒 兩拍,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我們做人比較合理 所以他可能是二分音符 然後加上超級模特兒 那就是這個演奏方式 這個不要想它 是超級模特兒的 好,6.3 那些和樂器有關的東西 三角鐵,打下去會叮一聲 他問這個樂器是否定音樂器 定音樂器可以演奏到不同音高 以及可以打到音階出來 那是圓圈打不到的,不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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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只有一個音 所以他不是定音樂器 是否定音樂器 第二個 是銅管樂器 所以就不是Wood Ring樂器 最低音樂器 第四個 Double Bass,低音大提琴 是否可以演奏這個Piscicato 可以演奏撥弦就可以的 所有弦樂器 提琴類樂器 都可以演奏Piscicato Piscicato 就是用手指彈弦 如果你是拉小提琴的同學 你就會認識這兩個字 如果你不是就要記一記這兩個字 Piscicato和Arco 是弦樂器 是弦樂器專用的 最後一題 這個奇怪的字 就是English Horn 就是英國管 是不是Double Read Instrument 就是 英國管 他和Obo是朋友 他們都是Double Read Instrument 這兩個字 這些要記 繼續 7 7就是有一個音樂 然後你在裡面要找一些答案出來 要放遠一點 好 7.1就是問音高的東西 他說在小提琴的第三小節 然後下面四句句子哪句是正確的 可以去偷看一下這些句子 他全部都說 在問這幾個小節答案 是不是移低一個百度 是不是把旋律的音 弄低一個百度 是還是不是 好 原本這個小節在哪個音高演奏 你就找Middle C出來 高音譜號的Middle C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旋律就在Middle C下面的B音很近 就在下面的B音開始 而答案這邊 A這個也是 中音譜號的Middle C在第三線 這個旋律也是在Middle C下面的B音開始 而這個B呢 次中音譜號的Middle C在第四線 亦都是在Middle C下面的B音開始 而C呢 就不同 低音譜號的Middle C在這裏 上加一線 那現在這個旋律就在Middle C下面的B音 再低一個百度 那C是低了一個百度 比起其他都 那所以呢 答案就是 第二個 只有C是正確地重寫 低一個百度的 只有C A和B都沒有低到百度 7.2 7.2 7.2呢 就第一題 他說這首歌是否應該gracefully的演奏呢 又是一些名字的 意大利文 Gracioso 應該和這個字有關 Moto 是多一點 我也不在家 Modorato 就是中等速度 E就是N 這個字 我不記得 那我就不回答 如果考試 你不懂那些字 你就遇到答案 那我現在不遇到 我留空 第二個 他說呢 小提琴聲部的所有音 都可以在EbMajor找到 是還是不是呢 那 EbMajor 就是三個降號 已經把三個降號寫在key signature 已經是EbMajor的key signature 所以這個船裡 如果沒有找到臨時記號 你沒有在小提琴聲部找到 臨時記號 那所有音都是EbMajor的 看看它有沒有臨時記號 沒有 小提琴聲部沒有臨時記號 那就是全部音都在EbMajor找到 所以答案就是 true 第三個句子 鋼琴聲部最低音 是不是G 鋼琴聲部最低音 鋼琴聲部最低音 是G 是不是呢 我們找一下鋼琴聲部 最低音 鋼琴聲部最低音 鋼琴聲部最低音 這裡有一粒很低 我下面有再低音 這粒最低音 這個是G音 這個是B音 這個是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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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琴聲部最低音是Bb 那它就問你那個是不是G 那就不對了 所以有False 第四句 小提琴聲部 這個和這個就是3度 不是2度 看看有沒有小的3度 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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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度 這裡上來4度 這裡有個2度 這裡有2度 這裡有3度 咦 好 我突然想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先做了這個2度 先不要想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現在這個是G音 上面這個Ab 這個音程就是什麼呢 G Major G Major 我不寫完 G Major 有沒有升過呢 有的 升F-Sharp 升了F-Sharp 就不影響A音 Ga就是Major Second Major Second 那現在題目 這裡是GAb 那就比較窄 比起Major Second 所以這個音程就是Major Second 這個音程就是Major Second 所以題目所說的 最小的音程不是Major Second 就不是啦 這個Major Second 再小一點 就不是Major Second 我想到一個奇怪的事情 其實不是很關係的 我只是覺得很搞笑 因為這裡 G音和G音 這個音程是1度 UNISON是1度 那我算不算是一個最小的音程 1度 最小的音程 是不是這個1度是最小 還是這個Major Second 如果不明白我刚才说什么就任由它 如果明白的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应该是怎样 1至4小节这个旋律 最小的音程到底是minor second 还是这个同音的perfect unison 都算是最小的音程呢 下面开放讨论 有没有人真的会讨论呢 其实我不太知道 希望我自己的学生会看到这里 好不要说废话 好第五个 它说有一个装饰音在钢琴声部第七小节 是不是一个turn 钢琴声部第七小节 这个就是一个turn 这个是turn 好最后三题 这几题都很快的 它说哪一个乐器最好演奏到钢琴的左手 左手就是低音角边 哪一种乐器可以好好演奏到低音 钢琴声部的这一边 那我们选择一个擅长演奏低音的乐器 Obo是高音乐器 Compat也是高音乐器 Bassoon就是低音乐器 那我们选择Bassoon 那之后 Cyrophone影不影响 打不打到这些音呢 其实都打不到 Cyrophone是那个木片琴 通常都是说小的 小的那些木片琴 那些很大座的那些 现在都很多同学打过那些 因为有很多学校 很多学校是有那座东西 大小的那些木片琴 就叫Marimba 才打到就会打到这些低音 Cyrophone应该是说小的那种 就打不到这些低音 不过有Bassoon 给你选择 就选择Bassoon 选择一个最好的答案 好,7点4 他说在 Left hand part 咦?那你不说什么Left hand? 他不说Piano? 为什么不说Piano? 虽然他不说Piano 也是Piano Left hand是左手 钢琴左手声部 有多少Eb major的D叮轮 简单 D叮轮是7号音 而Eb major 先写音阶 Eb major 就降三个音 降D E A 7号音就是D 即是D音 找钢琴声部 有多少D音出现 钢琴声部 找左手 找D音 这是B A G E D 这里有D音 D音一粒 这是Db 不算Db C 双音 A F A F D G D D D E 这是两粒D音 Db不算Db Eb major 7.5 加个数字 完成 这两句句子 他说有一个演奏的指示 第二就是要落功 单锅 单锅 看第几小节 单锅是这个 单锅就是弦乐器用的 就是落功 如果你演奏弦乐 你就会懂的 如果你不是演奏弦乐 你也要学习这个符号 那些乐手就会落功的演奏 这个V字 这个是Upload 就是上功 我这样演奏 下和上 在第几小节 单锅的屋子符号 在第五小节 在第五小节 第五小节 寫我5字 最后一题 好 第四小节 鋼琴 右手 第一个音 值多少个Demi Semi Quaver呢 就是这种 三片 鋼琴声部 右手 第一 第四小节 第一个音 就是这粒 这粒音 值多少个Demi Semi Quaver 这个是Minum 二分音符 一粒二分音符 一粒二分音符 它没有绿 就是二分音符 就等于多少个Demi Semi Quaver 我拆解它 这个大粒 一粒这个分两粒 这个 一粒四分音符 又是两个八分音符 这个等于这个 再分就是四粒十六分 再分就是八粒 三十二分 就是Demi Semi Quaver 所以一个四分音符 就分到八粒出来 一个四分音符 就分到八粒出来 一个四分音符 现在还有一个四分音符 它也分了 就有两个八粒 所以就十六粒 答案就是十六粒 好 做完啦 拜拜